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呢就是非常荣幸邀请到西茨 所以有两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那第一个问题呢是 生命您觉得那个生命的本质呢 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 我其实在不同年龄的时候 我觉得生命的本质 其实真的确实差异蛮大 然后在刚大学毕业要创业那段时间 22岁到可能25 6岁的时候 对我来说生命的本质去 是去实践自己的生命感 就是我人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目标 然后是一个大于自身的存在的 一个很远大的方向 然后活着的意义就是去实践这件事情 所以去创业也好 做教育 投入这些教育工作也好 都是为了要去实践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个目的 我这样的心境维持了很久 就是从我刚刚大学 甚至大学以前都是这样的状态 因为我大学念的就是我弟最喜欢的科系 所以我从大学就觉得 我要关心社会 我要怎么样了解 我可以去参与社会的改变 让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去让彼此可以更好 就是从大学开始就这种心境 然后一直到毕业创业好多年 应该假千年后夹起来都快十年 但对这两年的我来说 有蛮不一样的心境转变 我这两年会觉得人生是接纳自己 所有的状态 因为我前面的一个实践这件事情 牵涉到你要能够去做一个使动 才有办法成之为实践它 所以我关心教育 我一定要去做教育的事情 我一定要去就是为教育多付出一些东西 我需要牺牲我自己的所有其他东西 去成为一个能够行动的人 那这样子的状态在我 就是这样子支撑了七八年十年之后 我身体其实非常不好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27岁 然后我就发现我每个月都要看医生 因为我一直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就是整个人呈现高度焦虑 高度紧绷的状态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其实没有办法接纳 很废的自己 我没有办法接纳停下来行动 也没有关系的这个观念 我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暂停 可以暂停 或休息 真正的休息 然后就是在经过这两年之后 我觉得其实就算停下来 也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然后完全接纳自己的状态 不管是想行动 或是想要休息 都很好 就其实以前会常常会觉得 自己好像欠了这世界一些东西 我应该要做更多 来弥补 我可能人生可以过得很幸运啊 有很多很好的先天的条件 这种因为我会觉得 我好像欠了这个社会 我需要还给大家 我需要一直做很多东西 我需要牺牲自己 我才对得起大家 我这个罪恶感 但到后两年的时候 就这两年的时候 我才慢慢觉得 这个罪恶感把我自己逼得 更没有办法行动 因为你身体不好 其实你就不能再做很多事了 然后你焦虑恐慌 正发作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做工作 就你因为不想要停下来工作 的心情 会让你必须得停下来工作 因为你 就是精神疾病加上去之后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行动 所以我最近就 这几年就觉得 其实完全接纳自己的状态 接纳自己有这些情绪跟感受 保持很长期稳定的自我觉察 是一件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它的重要是甚至高过了 去实践自己的使命 我觉得感觉是从一个 就是这种也是人生的历练 跟转换的状态 就像过去的你可能很要求自己 然后觉得自己应该要做很多事情 然后到后面接纳自己 这好像也是自己 就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在这样找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有很多的收获跟感觉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青年朋友的 其实我觉得找自己这件事情 是一辈子的困难 或一辈子的题目 就是你到了三十岁四十岁五岁 所以人家才会说有那种中年危机 就是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 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突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状态 不是二十岁独有的状态 然后有些人可能从二十岁 开始感受到很强烈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可是我好像需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因为我要选工作 我要选择升学还是就业 我可能要选择出国还是留下 等等等等 我要选择A工作还是B工作 甚至选伴侣 就是当我们必须要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好奇 就是选什么才是对的 然后我们才发现 哇天哪没有标准答案吗 我们要跟自己想出来吗 然后才发现天哪 我不知道要什么选择 所以很多人二十出头岁的时候 开始遇到这个高度的恐慌 然后觉得天哪 然后突然看到有个人大学一毕业 就很着急要干嘛 要闯业 就怎么可以有人 就是没有这种困惑或焦虑 但其实这种困惑跟焦虑我都有 只是我发生的比别人都早很多很多年 然后我自己的例子 其实是我从国中开始 因为看到我们班上的同学 因为家境不好跟导致学业成绩不好 导致他被大家觉得是坏小孩 然后对当时候我来说 我刚好截然相反 我就这种家境环境不错 然后成绩非常好 大家都就要把你讲啊 模范啊什么的 那对当时候我来说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觉得我看到那男生 其实他也有很多优点 可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 没有人看得到 大家只看到他因为先天条件的限制 导致后来的一些 对我来说蛮不得不的最好结果 大家会批评他的功课不好 批评他不努力 大家都没看到我的缺点 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是用同样的状态 去检视一个人 整个人到底是个怎样的状态 所以我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好奇 就是这个社会上 为什么这些不公平的地方发生 那个时间年也是我第一次被触发 开始觉得 我有一些好奇跟困惑 对这个世界的 那是我原生长出来的 不是别人叫我要关心的 不是社会科老师跟你说 做人要有公民意识 你要关心社会 你要关心同学 不是别人说的 是我原生长出来那种 怎么会这样呢 做我觉得这样不太公平吧 我就这样怪怪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要知道可以做什么 这些感受在当时候并没有 就是出现然后就飘散不见了 就长出来之后 我其实高一 因缘忌讳 就去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营队 然后那个营队就让我遇到社会学 那我第一次听到了社会学如何解释 社会上面的不公平跟不平等 我第一次觉得天哪 这就是一个我好奇很久的问题的可能答案 所以我很快感受到自己关心的东西 有人不只关心还是个专家 他还懂超多 所以我可以投入进去之后 我就有机会了解更多 所以当时候我就觉得 我刚要去念社会系 十六七十七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去念社会系 然后我就崩溃了 因为我就觉得 我要从现实跟理想之间做抉择 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这样觉得 人家可能是22岁觉得 我到底要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呢 还是选一个我可以赚那么多钱的工作 可是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社会系当时候被称为一种 很反社会的一个学科 很没有前途的学科 你念这个系 你以后就会被警察抓走 就当时候大家就有这种影响 因为很多社会运动 所以大家对于社会系的观点 就会觉得 哇你这是搞社运的 你就是反社会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天哪我喜欢东西 居然这么的不被社会接纳 然后又被社会认为 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东西 可是比如说经济系啊 公管系啊 国企系啊 在我当时候是以文竹来说 很popular的一些科系 大家觉得你把他念这个系 都超棒的这样 你就超前途 然后所以我高二的时候就觉得 我会不会大学毕业就失业啊 然后我在选科系之前 就很真的 我哭了很多次 然后我的选择就是去问 一大堆这个系 念这个系的学长节 跟从这个地方毕业的校友 问他你们在做什么 当时候你们选择这个科系 没有担心过以后会失业吗 然后就用16岁的状态去问了 那时候的一些前辈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 就是当你开始很焦虑 觉得我要做的这个理想 好像不被社会接纳 好像不被家人接纳 那别人也有人投入 不是全世界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关心这件事情 那当别人投入这个选择的时候 他怎么去解决 那个不被社会认同的焦虑跟恐惧 然后他怎么说服家人亲友 能够支持他的决定 他怎么找到资源 去帮他度过这些 是有过程出奇的困难 我就找到前辈 去取得那个路径上面 真实的样貌跟一些经验谈 是真的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我来高中 到时候就这样做 那当然后来到大学 要毕业的时候做创业 那个过程已经是我累积了快十年 你对于一个议题 想了很久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专业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当时候可以做的选择 就是创业 去把我认为重要的事情 变成我的服务方案 要推出去 让它落地 所以我后来回来看说 年轻人在做自我探索 其实我自己也做过这样的自我探索 从一开始保持对自己的感受的敏感度 我有一些好奇跟困惑 我有一些不满 我有一些愤怒 太好了 就是有这样的感受 那这个感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它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我是因为教育 我是因为社会上的歧视 跟不公平对待 而被激发 那你们 或是这些正面感受 比如说你好感动 你非常震撼 跟惊叹 怎么有人可以把事情做成这样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答案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作品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想法 那个时候又是什么时候 是在 你看到某个话的时候吗 听到某个作品的时候吗 看到某本书的时候吗 或者听到某个人说某句话的时候吗 还是闻到某个味道的时候 你突然有这种感觉 它也有可能是你的热情 跟使命相关所存在的地方 然后把这东西记录下来 整理下来 然后开始去 透过我已经有些关键字 可能我的关键字是教育 然后学校 然后社会 他人 我的关键字是这些 那每个人会有一组 自己的关键字 当你有这一个自我情绪 跟反应的意识之后 你可以收集一组关键字 再去找什么样的事情 跟这个关键字有关 那他就可能就变成 你下一步的行动 比如说我的下一步行动 一开始是选社会系 面社会系 后来是创业 社会企业 然后后来是创业 做非营利组织 再后来可能是变成 更多其他的变形 所以当大家要有 自己关键字之后 其实就可以慢慢去找到 那我的下一步 有可能是哪些东西 再去找到前辈 去询问 那你有 你做过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 处理这件事情的 你的经验是什么 都可以帮助我们 真的在去行动的时候 不会觉得 天哪 完全跟我想这种不一样 或天哪 我就一个人在这 好可怜 又有其他人跟你一样 走过这些路 所以我觉得 它都可以让我们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不那么容易放弃 我们的那个挫折 复原能力可以比较好 谢谢 我觉得 这种死于 对生命的一种困惑啊 然后 你对生命的那种感受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勇敢的去 面对它跟思维它 甚至于去实践 然后跟印证 这个那个佛教教主 释迦牟尼佛很像 因为他在奇亚多 他在当王子的时候 他的确就是他感受到 他对他生命很困惑 然后他 因为他原本被保护得很好 所以后来他是出城墙以后 他看到生老病死 他开始去思维生命这件事情 那后来当然就 我们后面熟知的故事啊 他就出城 然后后来悟到出家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跟 可能是现在很年轻人在追寻的 就是如何透过找到自己 然后认识自己 最后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这应该会是 所有年轻人非常受用的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从刚刚上面讲的 还有今天这两题的 跟我们的回馈 我们的回馈